《太极拳》 《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柳派体系 呈现出多姿多彩而又大道皈依的整体样貌 大道相通 后起之秀孙氏太极拳和王岐和太极拳 基于时代发展信息融合的便利 兼容并蓄及多家于大城 孙氏太极拳及八卦行义太极三拳于一体 王岐和太极拳则是洋武两家之船相容相生 后来者自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学得更多 看得更远 而这也正是人类创新发展生生不息的必有之路 也许我们两个互为需要吧 他有需要我的东西 我也需要他的权利和地位 大家猜一猜我有多大岁数 九十虽然年岁高啊 但是我和你们年轻人有着同等的心态 你们有梦我也有梦 像你们喜欢看的人民的名誉 我也跟你们一起看 像看的这个现在的外科医生 我也跟着你们一起看 我现在离不开手机了 因为一开始说我也很反感 我觉得手机对人不好 老看的我也静追不好 但是我才发现它威力那么大 所以我就和学生一起商量了 成立了很多群 我现在开始用电脑来打字 来完成我的这几本书 现在波斯语的已经写出了样书 这个样书将随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孙宛荣是孙氏太极拳开山祖师 孙露堂的嫡孙女 孙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 太极拳的养生功能 在孙宛荣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九十岁的他精神绝术思维敏捷 追剧玩微信用电脑写作 十足一位潮牌老太 冒蝶之年依然保有一颗年轻的心 孙宛荣推广太极拳不遗余力 每个周末他都要和学生们 一起练拳 讲拳 欢乐 感谢 这母亲节里给我带来鲜光 谢谢你才得 得谢谢学生 学生这么样还想着我这个节日都快乐 所以让大家 我们在我的节日里头 大家共乐 同乐 谢谢小伯 谢谢你带来个快乐 感谢 就是我的拳练好了以后 你会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三个目的 第一就是积极防身 第二就是修身养性 第三就是这里就有改变气质 等等这些方面的 也就是说在修德方面 修习方面都应该得到的 再就是说你无论如何怎么练 你怎么付出的时间少多 都会得到健康 怎么过来小娃娃呀 练拳的小娃娃 太极打这么慢怎么打 啊 打人 太极打这么慢怎么打 怎么打人 怎么打人 打人 咱们教权不是为了打人 而我们每一个式子来讲 我们都可以使用 但是我并不教你打人 而教你是锻炼身体 但是你也别想打我 你也胜不了我 是吧 因为咱们这是一个从头开始 让你进来从无极到太极 完了在最后有无极结束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你过来小朋友 那奶奶我也想去 你也想去那好 那你就来 以后我们这活动的时候 你到时候按时间来 我欢迎你 好的 正好 全体都有 小心 集中 报告老师 整队完毕 请老师上课 好 回去 好 大家好 老师好 好 下面我们开始讲课 孙氏太极拳 孙氏太极拳呢 是孙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孙永田 年过七旬乐观见朗 他把大学作为推广普及太极拳的主要阵地 一有时间 就和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们讲权交流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 现在这个当前这个热点呀 来你们看看 谁谁谁有什么观点 好 这是我觉得不能就是一队反反反对那个太极拳 没有用但但那个从防身的角度来说 能能用太极拳防身的人太少了 我感觉就是一万个人里面有一个才能用太极拳防身 所以说觉得大体来说太极拳没有没有那个防 就有养生和健身的效果 谁还有不同观点 他们说太极拳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偏激了 然后毕竟现在咱们国家讲究的是健康为主 但是咱们这些打套路啊 我觉得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实战的演练 我呀 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观点呢 这给大家解释一下太极拳呢 那么他就是动手的技术 尤其咱们孙世太全力的 有擒搭格斗 然后还有什么七十二拿 这个拿法 他也也很既有取卷性 他也有对抗性 你看我这一拳 插照样给你砸下去 同时砸的时候呢 我这个拳头呢也是笨你 我不管你来什么拳 只要你拳一出来 一出来的话 我就说把你这拉他刷 步也过去 步为什么也过去呢 从这儿一步呢 跟你远去往这儿 就是一个定要把这个太极拳呢 你看啊 这属于太极拳的翻身二起 往这儿一走 你看 你这步去呢 你看 所以说 有没有孤方意识 有很好 是这么意思 某种意义上说 孙氏太极拳 是传统太极拳流派中的后起之秀 孙氏太极拳的开山宗师孙露唐 1860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九岁丧父 由母亲抚养成人 他从小尚武天资聪颖 曾拜一位江湖拳师 学习少林拳术 打下了扎实的武术基础 十三岁时 孙露唐拜河北省名拳师 李奎元为师 学习行义拳 没想到三年 他就把人李奎元学会的东西 他先学会了 他说那怎么办 他说我觉得你很是一个 我别埋摸了野豪那些 你是一个能够疼飞的人 他说我介绍你去找我的老师 这样的话就带着他去找了郭云申 郭云申北派代表 咱们不提他是一个非常大的 有名气的人 他就发现了 孙露唐真是一个豪苗子 他就给他的师兄弟们都说 行义拳能得此子 乃行义拳之姓也 孙露唐前心向师父郭云申学习行义拳 如拙如抹 兢兢业业 苦修十一年 终于掌握了行义拳的精髓 求学心切的他并不满足 他渴望继续寻师学艺 师父郭云申看出了孙露唐的心意 于是把他推荐给北京八卦掌名师 程廷华 俩人越谈越投机 越谈越好 俩人因为都是一种很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呢 他说 陆唐你愿意学吗 我把我的八卦全理 我的七星杆 我的清宫 我的这个等等 全交给你 你愿意要吗 还有点穴 你愿意要吗 他说我当然愿意学了 就这样 程廷华又是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教他了 随着武功造诣日渐精进 孙露唐的人生舞台也在不断拓展 他曾只身徒步撞游南北十一省 问少林朝武当上额眉便访武林高手 并在家乡创办了浦阳泉社广收门徒 1912年 作为东三省总督徐世商的慕宾 孙露唐随徐进京 在北京 他遇到了太极名家郝维珍 此时积履异乡的郝维珍正重病缠身 这样好不好郝老师 好也不见好 你搬到我家来吧 搬到我家来 我家人也可以帮着给你做点饭啊 稀饭啊什么的等等 休养一段 他同意了 虽然请医生啊 但是在我们家 当他好了的时候他就说 他说陆唐啊 我想给你什么你都不会要 他说我知道你在研究三权合一的问题 我给你这个权你去研究 所以你看这多好的老师啊 多好的学生啊 是吧 在权里头一定必须都有得 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接交这么多人 学到那么些东西 根本那是不可能的 1918年 孙露唐终于吸取行义权 和八卦掌的金钥融入太极权 创立了孙氏太极权 拙然自成一家 孙露唐一生勤学善思 习武修文 他提出权与道合的武学思想 并前后撰写出 行义权学 八卦权学 太极权学 权益树真等多部武学专著 对太极权传承和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学于后 学于后 学在他们后头 后来居上 独序先宗绝学 这是宋世荣给他的一句名言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句话 应该是深深的把孙露唐给刻画出来 他正是这样 他生在后边 他又学在后边 而他却是后来者居上 独序先宗绝学 给他这么一个 所以描画出来非常深深的描画得非常准确的 这样一个形象 对撞 共融 相互促进 是多元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当太极权遇上拳击 快与慢 冰与火的对撞 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张金锁 先练拳击 是业余拳手当中的佼佼者 后学太极拳 是孙永田的得意弟子之一 可以说 这两项运动 重塑了老张的人生 我是64年生人 应该23岁 开始接触拳击 因为我练太极 2000年到现在 17年也是17个年头了 拳击运动是非常好的运动 虽然它是不赖品 是羊犬西洋犬 但是很简单 它就直白沟 你给它组合到一块 再加上你的步伐 再加上你的 把太极的呼吸都运用上去 把太极的灵活 松柔的劲要用下去 那尽上天花 打起拳来 你就是其乐融融 老张是这家拳馆的拳击教练 23岁开始打拳 血气方刚 耗勇善斗 各项民间拳击赛事的冠军 没少拿 也断过围两骨 身上挂过不少花 以前打拳也非常僵 打起拳来完 到时候鼻子哪儿 鼻子骨骨骨骨骨 完了呢 打了一嘴口上 这打的也是不像样 2000年初的一天 老张在小区楼下 跟一个小哥们练拳 虎虎声威打得尽兴 一个人溜达过来 站在边上看着 不动声色 他就是孙氏太极拳第三代船人 孙永田 他那个架势比较妥 所以就没有过分地去 你跟人一块练就行了 什么时候不练就拉倒了 原来呢 因为打拳击嘛 积极性比较强 在社会上交往呢 也是愿意动手 说你这拳打的呀 你这呼吸就全乱了 你看你打的 胡在喘呢 这个呦 我说您怎么把这看得 那么透彻呀 后来他说 你想想跟我学点别的呀 这么着一拉去 师父说是孙氏太极拳 练的就是孙氏太极拳 老张开始跟随孙永田 学习孙氏太极拳 初中是把太极拳 当做拳击的一项辅助训练 但这一缸一柔的碰撞 到底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 说实话 老张心里也没底 很快 检验效果的机会就来了 是年初练的太极 7月份打比赛 在台上真是 打初是两分钟一个打了三回合 就一个是比赛嘛 都是你死我活 都是必须针锋相对这么打 所以呢拿了一冠军 他孙氏太极对这竞技体 有些拳击来讲 他特别相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他的孙氏太极拳 他是活不太极 活不太极呢 你的筋肋相随 完了呢 而且呢打起那太极拳来 他呼吸鼓射呼吸 鼓射呼吸用起来 就不像你现在打拳那样了 把这气股的三点忽然出来了 你说你看你这什么 我说这真是坎大的帮助 应该能帮助上 从2000年到现在 老张已经打了17年的太极拳 潜移默化之中 老张正在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那个詹尼索啊 他从200年跟我开始学太极拳 才那时候打拳击打得也不错 这个人呢 他练太极拳 越练越认真 想不让他练他都不行了 而且我现在也是50多岁了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是越来越年轻 完了越来越不累 而且呢 越来越灵活 这个呢 就是 我要我亲身的感受来讲 我就觉得这个太极拳击 这个相容以后 对我这拳击的技术也好 对我本身的身心健康啊 身心的体验体会也好啊 我觉得也对帮助太大了 这个不是说在做吹啊 是夸张因为自己的亲身感受 回顾17年的练拳经历 老张说 过日子难免碰上烦心事 咱们小老百姓也不会去找心理医生 打一趟太极拳 身热了 心静了 自然也就不烦了 老有人说 50岁的老张面相也就40多 老张不无自得地说 练太极拳心宽 心宽就面善 觉得呢 对人生经历来讲呢 应该让他多元化 让他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 这样呢 对咱们的身心健康 谁都想活大岁时候 但是你等你八十时 你再去注意这儿 这儿注意那儿也晚了 你也活不了八十了 但是你从4050那时开始注意呢 没准你能活到九十 那还借你上趟的高居 没准还在跟谁推手呢 古人说 基土成山 风雨新年 积水成渊 蛟龙新年 太极拳运动的发展 也正是这样一个 不断在积累中创新的过程 在几大太极拳流派中 有一门与孙氏太极拳 可谓渊源深远 同样植根于燕照大地 曾受教于好为珍 并及多家于大城 这就是王岐河太极拳 2017年7月8日 两架民航包机降落在石家庄正定机场 参加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武术展演的 王岐河太极拳的近400名弟子走下悬梯 激动之情 异于言表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表演之后呢 就是反响非常热烈 他们香港的很多人呢 他们的热情也让我们非常感动 他们对我们的这种表演 就是赞不绝口 表演完之后呢 坐在下面呢 有这样的观众啊 四十多岁 那么他就问我 你们在香港有没有拳设 有没有分会 我说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 宗皇文化要发扬光大 走出国门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王岐河太极拳 发源地在河北邢台仁县 仁县 古称刃 地处九河下烧 历史上著名的大陆泽 不仅汇集着浩渺无际的漫天大水 还孕育流传着丰富多样的武术泉种 成为太极拳的重要传播基地 造就了不少太极名家 王岐河就出生在这里 王岐河先生啊 他是清朝末年的人 他的出生地就是这个地方 河北省仁县 兴家湾的环水村 那么这个地方由于它有水啊 玉米之乡 一方面有水就有材 曹河很发达 商古云基 另一方面呢 这个匪患孽生 所以说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业啊 他就习武之风 是非常兴盛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工夫家 人县行湾镇环水村 地处大陆则腹地 当年曾是繁华的水汉码头 民风淳朴自古重门尚武 在这种环境熏陶下 王岐河自幼酷爱武术 先随本村人齐红拳 功夫精湛 尤其使得一手好绳鞭 你说他身边甩出去 能把房顶上的人能拿住 一百五十斤的大刀 他能够耍起来 因为他功夫好 名气越来越大 后呢 他就被北京的会友标局 把他聘为标头 压标啊 那压标是不讲什么体重啊 什么裁判啊什么 那就是靠功夫说话 所以王岐河先生 他是一个著名的标头 那威震四方了 那个时候太极拳 刚刚走向社会 他感到太极拳好 就通过他的师父介绍 到广府和郝维珍先生 学习武士太极拳 1914年那个时候 他到北京 遇到了杨成甫先生 那杨成甫呢 又把他留在北京 教他杨氏太极 这样呢 他就把原来的功夫 再加上武士太极 杨氏太极 融合起来 自己练习 形成了一套 有特点的一套太极拳 每个周末 这个人县行弯的小院 都欢声笑容 热闹非常 王岐和太极拳 第三代传人 李建方 都要在这里 和一众弟子 讲权切磋 权论上讲 笛有利 我义有利 我利在先 北无利 我也无利 我义在先 师徒传承 是中华武术的古老传统 伯乐至于千里马 并非一见钟情 彼此都要经过一番 慎重的观察和考量 师父要看弟子的品行 悟性 弟子也一样要对师父 听其言 观其行 二者香气 才可拜师入门 从此赤城已见 岁月相托 师徒迭代 传承着武术的血脉 而徒弟的整体水准 则决定了一个流派的今天和未来 我练王岐和太野拳 是从十来岁到现在 也快五十年了 我感觉到 王岐和太野拳是一个 很有特点 体用兼备 性命双修 是一个很好的拳法 那么现在呢 他已经传播开了 各行各业的作为一个 业余修炼的人比较多 也有党政干部 也有企业高管 也有专家 也有医生 也有教员等等 不管你哪一行哪一业 通过修炼太极 在他的事业上 在他的人生上 在他的家庭和谐上 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点我们认为 这更是太极拳 他的生命力所在 那就说有教无类 孔子的教学思想 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谁学谁受益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个状态 从一上班 早晨七点半开始 一下忙到晚上六七点钟 现在咱们开始交班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点点滴滴都按照 咱们医院的相关制度去做 争取把咱们这个科室 作为咱们医院的标杆科室 有成 2017年3月被波兰角膜学会 授予波兰银角膜奖 我们一天最多的时候 能接一百多位患者 有的急症 有的是为了咨询 有的可能患了好几家医院 都没有治好 然后慕名而来 通过修炼太极拳 我现在能够在一种 非常操杂的环境当中 认真地 专心地去处理 每一位患者 这是太极拳给我 最大的一个好处之一 在医院最能感觉到 动静之间的对冲 与和谐 患者人头攒动 心浮气躁 医生按部就班 有条不紊 眼科操作的每一个环节 都需要精准到毫里之间 比如 术前检查冲洗肋道 用注射器插入 零点几个毫米的 肋小点当中 通过注射生理盐水 探通肋道的通畅性 操作过程 旁观的感觉就是 于无声处听惊雷 因为这个肋道呢 它不是一个直线通过的 它有三到四个转角 那这个转位呢 是一个非常关键 这个手法的练习 是经过无数次的操作 无数次的练习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通过练太极拳呢 也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在练太极拳的早期 可能这些动作都是不流畅的 但是在通过席练之后呢 太一拳的每一个动作 都像行云流水一样的做到完美 大道相通 经康乾时代的名医叶天氏说 良衣处世 不精明 不济力 此其力得也 挽回造化 力气成科 此其力功也 产发孕傲 玉柱方叔 此其力严也 一亿而三善贤辈 一道之有关于事 岂不重且大焰 大道至简 良衣与全家 处世境界 都是力得力功力言 都需要心无旁骛 精益求精 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脉相承 触类旁通 王蒙莫习练太极拳 也是受传统文化的启发 在日本呢 我在留学的过程中 看到了日本 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京都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他们有很多的武道馆 一些十来岁的孩子 在武道馆里 几百人去进行 建造的练习 这让我记忆非常深刻 从小去培养孩子的这种斗志 培养孩子的这种对武术 的理解 培养孩子的这种 传承文化的这种责任 让我记忆犹新 所以说从日本回来之后呢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心愿 就是能够学到真正的功夫 来传承我们的这种传统的武术 2016年 我国首份系统研究 视觉健康的白皮书 《国民视觉健康》当中披露 近视已经成为我国的国病 五岁以上总人口中 近视比例高达39.21% 总患病人数 近4.87亿 仙尘不染的手术室 安静到极点 患者把光明的渴望 托付到医者的手上 王蒙蒙全神贯注 自信从容 她的使命就是保证精准安全 手术台仿佛一个生死搏杀的战场 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 作为医生必须沉着冷静 指重若倾 手术结束 王蒙蒙轻轻地输了一口气 这个手术呢 是眼科当中科技含量最高 对医生的要求 也非常高的一个手术 在这个手术过程中呢 医生的轻微的喘气 和这个手的轻微的颤动 都有可能影响手术效果 因此呢 我通过练习太极拳 对我的松沉 对我的内心的一种修养 对我的手的协调程度 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大到相通 作为一位热爱太极拳的医者 王蒙蒙行医练拳 都追求一种境界 得心应手 游刃 有余 这是医术的境界 也是功夫的境界 好像是王老师给他们讲课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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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种轨迹 去把这个囊带完整的撕除 运动是连贯的 它这个运动的轨迹 是一个完整的远 老师 这个跟您那个烈太极拳有关系吗 刀钉的一把刀 非常薄 以无厚入有鉴 能够不碰触任何坚硬的东西 能够在骨缝之间穿插游走 这就是一种技术的最高信息 用粘连粘随 不丢不顶 对方全的走向 我们随之给他画 给他解 这是一样的相通的 现代社会的压力 如影随形 无处不在 有人选择逃避 有人选择放弃 而王萌萌 选择了太极拳 在一朝一世的习练中 修行身心 达观悟道 我认为 天下的技术都是相通的 天下的道都是相通的 太极拳有太极拳之道 医术有医术之道 通过练太极拳 我能够修炼我自己 通过我具体在练拳过程中去体会 通过我在行医过程中去体会拳 两者相互去体会 我认为能够做到 两者共同的提升 太极拳有教无泪 润物无声 所有走近他的人 都会从中得到身心的滋养 王岐和太极拳的弟子中 以全谋生的人不多 无论规模大小 他们都有一个立身养家的本业 兢兢业业用心经营 别人消遣在五光十色中的闲暇时光 他们用来精言拳击相互切磋 在庸长分杂的世俗空间里 创造出一方心无旁骛的净土 这是生命的造化 也是太极拳的馈赠 再比如我的另一个弟子叫谭俊强 谭俊强他从小就是个舞痴 他参加过很多比赛 包括好多奖牌 包括推手的王中王 但是武术又不是他的职业 他开了一家电器门市在仁县城里 大概有三十年了 他用他的太极的思维来经营他的这个门市 所以说他生意做得蛮好的 谭俊强在仁县老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 武艺高强为人仗义 颇有一些侠客风范 而一个人的出现更给他平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 15年的一个马上都下级了 那天我门市正开门 刚刚开门 你发现今天不错 一大早来了个买东西的 我心情一悦挺高兴的 下班以后我们把工资发一下好不好 好 大会 但是这位一早上门的顾客 对琳琅满目的家电好像并没有多大兴趣 他只是站在门口 远远地打量着正在开早会的谭俊强 我是狼房乡人 我从乡房过来 找您有点特殊的事 是吧 好的 来 楼上去 自幼习武的谭俊强 心中陡然升级几分警惕 久在江湖 以武会友的事情并不先见 所谓会友 也往往以武开道 搭手示尽 胜负难料 你这么远找我来 有什么事啊 是这么回事 我在那个远方的家那个栏目 看到您功夫挺神奇的 尤其是那个一个手指 能把那个记者发出去 我感觉莫名其妙 好 特地过来呢 拜访您一下 品一品 喝茶 好 昨天我花水村过来呢 那好 那来过来试试吧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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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到了他那演舞厅 他就伸出一个手指 说你来吧 我就这样抓手去撅 这一撅就感觉当时啊 当时我的状态就感觉空了 一点劲都没有 然后就是他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手的方向 身体就倾斜 然后他这样就带着我 然后他这样就带着我 想来来想去去 他脚底就感觉没有根了 枝头放到这里 意不能在这里 看着是用着力呢 其实他是松的 看 这叫用意不用力 如果你的手有一点点力量 他感觉到你这个手有力量呢 他都用上力了 所以说这叫四两拨千斤都是心法 别人也动过手 别人就是说没有 没感觉有这种功力 所以我感觉这个 有内容 不是简单的 我说这是真的 确实身体感受到了 我们太极拳呢 就是破坏对方的这个平衡力 不知不觉的让对方平衡力破坏 他的大脑正在思维 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你才能发人呢 不是上去都发的 因为这个当今这个社会 就是良有不齐 因为说到太极这个功夫 有很多都是比较平常的 有的是在作秀 就是没有真东西 就是我感觉这个 像谭老师这种东西呢 是真实存在的 感觉不错 所以我就想这个探讨一下 这方面真理 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这方面 想学一学这个真东西 一场暗藏玄机的试首 温情收官 李立武不仅拜了诗 还窜夺着哥哥一起在当地 买了三套房 从此人县老街 多了一个常来常往的身影 俗话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李立武无疑是一个好之乐之的武痴 对于不惑之年的他来说 这份痴迷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我从十八九岁就开始开饭店 后来就是说结婚以后 开了服装店 就是一猛地就扎下去 努力他这么干 又知道挣钱了 我小时候就是想当一名武术家 工会为高深那种 或者说是世外高人 就是那种梦想 现在已经就是 具足了这个衣食无忧的心态了 应该好好的把咱们中国这个国粹 按自己儿时的梦想 就是好好地那个修一下 因为这个人的寿命有限 这个财富呢是无限的 不能无限地用有限生命去追求无限的财富 那样我感觉就是一种困惑 一种颠倒 又是一个欢乐周末 王岐和太极拳的弟子们 又和师父李建芳聚在一起 讲权论道 乐此不疲 院内生蒙活虎 厨房里热火朝天 师母谭姓敏亲自掌赏 为弟子们炖煮着内容丰富的大锅菜 还预劲儿 弟子们辛苦了啊 快吃饭了 弟子们辛苦了啊 大锅菜好好的 咱们吃饭 大家练了半天 咱们一会儿多吃点啊 这个做饭做得多呗 好 大家吃饱啊 夏德厨房周到热情的师母谭姓敏 是王岐和太极拳协会的主席 推广王岐和太极拳 是她的使命 师母 我听说前两天您去美国了 是 刚刚回来 您的美国之行怎么样啊 这次美国之行啊 非常非常兴奋 是吗 对 咱们的太极拳呢 在美国 可以交到美国朋友的认可 对 从咱们的竞技 和咱们的健身 美国人特别自己欣赏 录像了没有让我们看看 录像了 录像了 美国朋友专门给帮忙录个像 是吗 一二三 一二三 这就是我们这一天的 在布朗先生的舞馆 布朗先生 他的一些队员 因为不是礼拜天 队员出租 一会儿您能看到 俊强 看到俊强的表演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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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吃边饭 边吃边饭 是不是 好吧 主要是和美国 添了个三方协议 在美国传授咱们 王企和太极拳 而且成立了咱们 中国王企和太极拳 美国协会 下一步咱们计划 就是和美国协议合作 今年咱们准备派出一批 美国那边要求是 一定要充分的思想准备 最少 今年不能少一二十位 咱们是代表中国人 代表中国形象 一定要往大里想 对 往大里做 哎 俊强 你都去过美国了 这英语说的怎么样 哈啰 你好 你好 欢迎怎么说 我看 你好 谢谢 谢谢 好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英语 要和他们能够交流 要学英语 咱们光会吃大锅菜不行 还得会说英语 大锅菜挺好吃 哇 哇 哇 从乡村到城市 从中国到世界 创新开拓走得更远 这样的理念 贯穿了太极拳的成长历程 推动着太极拳生生不息 蓬勃发展 也为传统文化的世界传播 探索了一条成功的路径 我觉得太极拳是古老的 它是一个传统文化 这是我们的宝贵遗产 但是太极拳 它永远是鲜活的 因为它作为一个传统文化 它适合时代 适合人类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文化自信 现在发展太极拳 也不能用传统的眼光 传统的手段 要用现在化的 产业化的思维 市场化的手段 开放化的运作 那么把太极拳推出去 让更多的人受益 同时也是弘扬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太极文化 武术技艺 养生功法的涵养下 陈 杨 和 武 吴 孙氏太极拳 及王岐河传太极拳 逐步成熟 散传于民间的太极拳架 如李锐东传太极五行锥 吴郡山传八卦太极拳 以及傅振松传太极拳 沙国正传太极拳 也都广泛传播 同时 国家组织武术专家学者 集体创编了 以简化太极拳为代表的普及套路 2008年 推出了中国断位制太极拳系列教程 极大推动了太极拳的标准化 社会化和国际化发展 大道相通 太极拳 如霜霜长河 浩荡向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